我一人大S跟前夫王小飞两人离婚后 风波不断发生了各种纠纷 而今天早上10点多左右 王小飞现身台北地检署 根据了解呢 他只说为了一点点家里的事情来 随后马上躲避镜头 还差点忘了要到法警室报到 而他就是要出席11点的侦察庭 因为在去年12月初时 他跟大S协议离婚的时候撕破脸 两人对于财产的事情朝不拢 大S先是售出了账户明细 说房产是他买的 而王小飞呢 立刻在微博反击公开离婚协议 包含离婚后大S继续用信用卡 消费的购物明细 不过却没有把上面大S的地址 以及汇款账户各自打马赛克 让大S非常的不满 提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而其实台北地检署5月的时候 就有传唤王小飞倒案厘清 讯后请回 直到这个月7号传唤大S出庭 但他透过律师请假 今天则再度传唤王小飞 而其实呢 王小飞今天凌晨才在微博 感性的发文 提及跟前期大概是 共同经营的S Hotel 说我记生意在好 当年那个台北酒店 我也不会忘记 还说S Hotel宛如 他和孩子台北员工们的家 并贴出一系列饭店的环境美照 更重要的是他最后留下一句 我会好好把他照顾好 突然的发文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但王小飞最后迅速把贴文给删除了 到底他指的这个他是谁呢 引发热烈讨论 跟这回他出庭的低调态度形成对比 而跟大S的司法攻防战会怎么发展 外界都非常关注 今天庭讯会有什么最新消息 也将随时问你掌握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出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